欢迎来到历史课程,我是美丽 在近现代文化大事中 很多人都跟毛主席有过交往 留下了很多佳话 比如柳亚子、老舍、张汉水、郭墨若等等 不过也有一些人留下的回忆五味杂陈 比如大名鼎鼎的梁树明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 梁树明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当年报告北京大学时名落孙山 但是因为写过一篇《揪缘决一论》 转眼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师 对此蔡元培还说了一句话 梁树明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 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师吧 梁树明在晚年时 还曾幽默地总结过自己的一生 六岁就开始读书 却还不会穿裤子 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 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 报考北大落榜 却当上了北大教授 自己最讨厌哲学 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 以研究佛学起家 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从小在城市长大 一生中最大的贡献 却是乡村建设 好了 梁树明的传奇先简单介绍这些 下面进入正题 说说他跟毛主席的交往 说起来梁树明跟毛主席还是同龄人 生于1893年10月18日 比毛主席大两个多月 而且两人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都知道 毛主席年轻时当过北大的图书馆理员 因为生于第一 晚上就在恩师杨昌记的家里住 1918年时 梁树明经常去杨家 每次去都会发现一个 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来开门 梁树明以为他只是杨家的佣人 或是亲戚 就没有在意 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直到20年后 梁树明去延安拜访毛主席 毛主席高兴的说 梁先生 我们20年前就认识了 梁树明看着毛主席摇头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以前哪里见过 毛主席笑着说 当年您去杨昌记教授家里 一个湖南青年经常给你开门 这么一说 梁树明就想起来了 感慨的说 确实有这事 我当时哪里能想到 这个人未来竟是共产党的领袖啊 寒暄过后 梁树明开门见山的问 中国能否战胜日本 中华民族是否会灭亡 毛主席镇定的说 梁先生 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 大体都是事实 但我的看法是 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 应该非常乐观 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最终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 只能是这个结局 别的可能没有 梁树明听了后 不太相信 要知道 当时国民党军屡战屡败 八路军也不过三万人 武器更是落后 连粮食都无法自己 如何能战胜钢铁强国日本 随后 毛主席从多个角度 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抗战形势 论证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胜利 梁树明听得不住点头 最后感慨地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 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 以至如何抗日 怎么发展 还没有人对我做过 这样使我幸福的谈话 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您今天的谈话 使我豁然开朗 精神振奋 1950年初 梁树明来到北京 正好 毛主席和周总理刚从苏联回国 大家要去站台迎接 梁树明也去了 还站在第一排 毛主席一下车就发现了他 立刻上前问候 身体如何 家人都来了吗 过几天我请梁先生 咱们再来一个通宵论战 二人相识而笑 几天后 毛主席请梁树明来一年堂做客 邀请他参加新政府的工作 但梁树明认为 自己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更合适 就婉拒了 后来毛主席请梁树明到外地考察 尤其是考察南方的土改 梁树明回来后说农村土改非常好 但不应该殴打地主 毛主席则说农民受欺负惯了 心中有气 但也不能打人 必须要舒服农民 到这个时候 梁树明和毛主席的关系一直还不错 但是到了1953年9月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梁树明参加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公开讲话说 国家不能只顾正工业 也要重视轻工业 而且工人的待遇也高于农民 还有一句著名的工人在九天之上 农民在九地之下 新中国是靠农民成功的 今天不能忽略农民 毛主席当时没参加会议 但也听到了这些话 认为这些话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第二天 毛主席参加会议时 不点名的批评了梁树明 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 认为农民生活太苦 要求照顾农民 这大概是恐梦之徒施人证的意思吧 然须知 有大人证小人证 照顾农民是小人证 发展重工业 达美帝是大人证 施小人证而不施大人证 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进班门闹府 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 还不了解农民 笑话 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 工人农民 在根本地域上是一致的 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 不容破坏的 会后 梁树明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 他不认为自己错了 便想方便向毛主席解释清楚 到了9月18日的会议上 梁树明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越说越激动 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喊着让他下台 毛主席虽然没有打断他 但也提醒他 不要讲得太长了 这次会议后 梁树明基本上就淡出了舞台 说到底 梁树明终究是一位有良心的文化人 因为有良心才会当众说出那些不合时宜的话 当然也因为他的文化人身份 看待问题跟毛主席的眼光和境界不在一个层次 最终产生了很多分歧 曾经无话不谈的政友 就这样再无来往 到了晚年时 梁树明对这次事件也做了反思 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 讲话不分场合 使他很为难 我更不应该伤他的感情 这是我的不对 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 他已故事了 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88年6月23日 梁树明女士长辞 享年95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 有这样一副晚联 百年沧桑 救国救民 千求公罪 后人评说 横批中国的脊梁 好了 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网美丽每天都在